2014年初冬 台湾海军正式发布了 未来15年的军事发展蓝图 重点推进一系列创新造舰项目 其中 红运计划宛如一颗耀眼的明星 迅速引起广泛关注 这不仅仅是 建造一艘万吨级两栖船物登陆舰的计划 更标志着台湾军事工业 的一次重大突破 该舰预计于2021年投入使用 其迅速的建造速度 令人瞩目 成为台湾自制舰艇中的佼佼者 为什么台湾选择优先发展 两栖船物登陆舰 背后有深刻的战略考量 本视频将从装备性能 战术部署和战略价值等多个角度 进行深入剖析 为保持低调 这艘舰在公开场合 被称为新型两栖船物运输舰 被命名为玉山舰的LPD-1401 标志着台湾海军两栖作战能力 迈上新台阶 其设计灵感 明显借鉴了 美国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船物登陆舰 但在尺寸和成本上 进行了精心调整 满载排水量控制在1 1万吨以下 舰长约153米 宽度和吃水深度也相应缩减 以适应台湾的具体需求 尽管体型较小 但其作战效能却不可小觑 玉山舰拥有 丰富多样的作战与支援功能 它不仅可以搭载 大量海军陆战队士兵 两栖登陆艇 装甲车辆和直升机 还配备了物舱和直升机甲板 物舱的灵活运用 使得两栖装备 能够迅速从舰内出发 直接投入战斗 大大缩短了登陆作战的准备时间 而直升机甲板的存在 让垂直登陆成为可能 为作战行动提供了更多选择 除了强大的作战能力外 玉山舰还注重隐身性能和自动化水平 其舰体设计 采用了先进的隐身技术 减少了雷达反射面积 降低了被敌方探测的风险 同时 舰上大多数装备 采用隐藏式设计 进一步增强了隐身效果 此外 玉山舰配备了先进的自动化系统 提高了续航力 最大速度和海上自持力 为长时间海上作战 提供了有力保障 与以往的两栖舰艇相比 玉山舰在设计上 更加注重实战需求 和现代化标准 它减少了对岸上设施的依赖 降低了人力需求和作业成本 提高了独立作战能力 这些改进 不仅提升了玉山舰的作战效能 也为其在未来的海战中 赢得更多优势 在承载能力上 玉山舰展现出了 前所未有的强大实力 其物舱设计精妙 能够轻松容纳 一艘LCU通用登陆艇 以及四艘LCM机械登陆艇 这样的配置确保了多样化的登陆作战需求 得到充分满足 此外 舰内的车库宽敞无比 足以装载9辆AAV7型两极突击车 为快速登陆作战 提供了坚实的装甲支持 更令人瞩目的是 机库与飞行甲板的设计 机库内稳稳停放两架 UH-60中型直升机 而飞行甲板则能够露天停放或起降 诸如CH-47D等重型直升机 这一航空能力的飞跃 使御山舰在航空支援与垂直登陆方面 远超台湾以往的两栖舰艇 御山舰的引入 无意为台湾海军的两栖作战能力 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 它不仅是一艘舰艇 更是台湾海军应对未来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重要基石 凭借这艘现代化的舰艇 台湾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各种作战挑战 显著提升整体防御实力与战略灵活性 这一造舰计划的成功实施 不仅彰显了国舰国造政策的强大生命力 更是台湾在军事科技领域与作战能力上 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人员 承载方面 御山舰同样表现出色 它精心规划了673个船位 其中船员约债180至190名 剩余空间足以搭载约5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 这样的人员配置既保证了舰艇的正常运作 又确保了执行任务时拥有充足的人员储备 回顾御山舰的交付历程 2022年9月30日这一天 标志着它正式加入台湾海军的行列 然而 要真正投入服役 还需经过国军严格的海上测试 在成军典礼上 五艘采用5383全铝合金材质制作的 LCM登陆小艇经验亮相 它们以归星底设计著称 满载时 船速超过21节 油耗与船速均优于海军需求规范 为御山舰的登陆作战能力增添了新的亮点 在自卫能力方面 御山舰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 作为台湾首艘搭载中程防空导弹的两栖舰艇 它配备了包括舰手75克瓦查76毫米快炮 舰体前后的15克瓦查方阵禁防系统 舰桥后方的30毫米遥控机炮 以及四连装海舰二防空导弹 发射其在内的多种先进5G系统 这些装备使得御山舰在面对空中威胁时 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并有效进行防御 相比过去 主要依赖射程约8000米的40毫米快炮 和20毫米机炮 机枪的自卫武装 新型御山舰的防御火力显得更为强大 旧型两栖舰艇虽然也配备过短程命 7-2海军防空导弹 但其射程极有5000米 且不具备反导能力 在现代海上防空作战中效率不高 然而 40毫米自卫火炮在历史上曾有出色表现 例如 1949年金门古宁头战役中 中荣号战车登陆舰在前海区用40毫米炮 猛烈射击解放军登陆船团 机会超过10艘 并成功切断船团返回福建的航线 为此攻击 中荣号货班六等余晖勋章 1958年的8-23静门海战中 中海号战车登陆舰在执行运捕任务时 遭到解放军6艘匹4型鱼雷艇的围攻 中海舰的船尾被一枚457毫米重型反舰鱼雷击中 炸出一个大洞 船体严重损坏 变形区域宽达10米 造成8人阵亡 12人受伤 尽管如此 中海舰临危不乱 以40毫米炮猛烈还击 成功击中并点燃了电后的解放军175号鱼雷艇 175号鱼雷艇的船员在慌乱中释放烟雾 企图掩护撤退 但却在明亮的预光下暴露了行踪 拖着火光与烟雾航行的175号鱼雷艇 成为了明显的目标 最终被中海舰和友舰以密集火力击沉 挺上12名船员中 4人阵亡 3人被捕 其余5人被中国渔船救起 这些战力凸显了就是武装 在紧急情况下的有效性 但也揭示了其局限性 新型御山舰不仅在火力上有了质的提升 配备了更先进的防空和反导装备 使其在面对现代化海上威胁时 具备更强的自卫和作战能力 这一提升不仅是国舰国造政策的成功体现 更是台湾提升自身军事科技水平 和作战能力的重要里程碑 通过这些赶进 台湾海军能够在未来的海上作战中 占据更有力的位置 确保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进入21世纪 随着反舰导弹技术的飞速发展 它们已成为现代海战中 舰艇所面临的主要威胁 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 玉山舰在武装配置上 进行了精心规划 重点强化了防空与反导能力 该舰安装了16枚射程 至少达30千米的海战2防空导弹 这些导弹 不仅具备拦截反舰导弹的卓越能力 还大大提升了舰艇的远程防御范围 相比之下 美国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船物登陆舰 虽然装备了两座21连床 49克瓦查短程导弹发射器 在备弹数量和持续作战能力上 有所优势 但其射程却仅为10千米 远不及海战2导弹的远程打击能力 此外 玉山舰还装备了一门76毫米炮 这款火炮 不仅能够有效拦截10千米内的反舰导弹 还可在必要时 执行对岸轰击任务 进一步增强了舰艇的多任务作战能力 这些武装配置的升级 不仅彰显了玉山舰 在自卫火力上的显著提升 更体现了其设计和技术上的现代化理念 除了强大的防空与反导能力外 玉山舰在自卫火力方面同样不容小觑 它装备了两门与圣安东尼奥级相同的 20毫米口径方针快炮 用于快速拦截2000米内的进破目标 同时 该舰还借鉴了美军的经验 安装了两门位于舰身中段的30毫米机炮 这些机炮 能够有效应对小型无人机 或快艇等现代海战中的新兴威胁 在战略层面 玉山舰的加入 为台湾海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面对台湾海峡及南海地区的复杂局势 台湾现有的两栖登陆舰 数量有限且运载能力不足 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军事需求 而玉山舰 凭借其强大的承载能力和自卫火力 将极大的强化现有登陆舰艇的运作能量 为台湾海军陆战队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持 特别是在南海岛屿等争议焦点地区 玉山舰的加入将显著提升台湾海军的 远程投送和防御能力 这些岛屿距离台湾本岛遥远 且海空掩护兵力有限 而玉山舰凭借其优秀的自卫火力 和远程作战能力 能够更好地执行重武器运输 部队换防等任务 确保台湾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利益不受侵犯 玉山军舰的加入及其批量建造计划 预计至少两艘 最多可达四艘 无疑为台湾海军的两栖作战能力 注入了强劲动力 这一现代化舰艇 不仅在设计理念和装备配置上 实现了创新突破 更以其多功能性和高度灵活性 成为台湾海军应对未来挑战的重要力量 首先 玉山军舰的批量建造 将显著提升台湾海军的两栖作战能力 其强大的运载能力和先进的武器装备 使得该舰能够灵活应对各种作战任务 从传统的登陆作战到现代的海上威慑 无所不能 更重要的是 玉山军舰还具备执行分散式杀伤 板前母舰等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这将进一步提升台湾海军的整体作战效能和战略灵活性 其次 玉山军舰的引入 契合了现代海战中的分布式杀伤概念 这一概念强调 每艘舰艇都应具备独立作战能力 通过数据链等细细化手段实现导弹的精确打击 玉山军舰凭借其宽敞的甲板和舱内空间 为分布式杀伤概念的实施 提供了理想平台 未来 随着台湾海军装备的进一步升级 如M142多管火箭导弹发射车和MGM140战术导弹的引入 玉山军舰将能够更有效地执行分散式杀伤攻势作战 提升台湾海军的海上打击能力 此外 玉山军舰在板前作战方面也展现出了强大潜力 与过去台湾海军拥有的登陆舰艇相比 玉山军舰首次设计了固定式机构 能够容纳两架中型直升机 并具备在海上维护和保养直升机的能力 这一设计使得台湾的登陆作战和运步行动 能够更加灵活地运用直升机进行垂直登陆和快速估计 大大提升了作战效率和灵活性 同时 玉山军舰的航空能力 也远强于过去的LSD型舰艇 为台湾海军的海上作战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战术选择 总而言之 玉山军舰的服役 是台湾海军两极作战能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不仅提升了台湾海军的运载能力和作战灵活性 更为台湾海军在未来海上作战中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支持和保障 随着国舰国造政策的深入实施和台湾海军的不断发展壮大 我们有理由相信台湾海军将在维护国家安全 和地区稳定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根据其他国家操作两极舰艇的经验 LSD船部登陆舰意味舰体较大 能够容纳更多的直升机 维修人员和设备 因此 舰上的直升机维护能力更强 续航力和海上自持力也更出色 因此 在需要时 LSD可以起降反潜直升机 或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无人机 成为反潜作战的重要节点 随着台湾海军在海上大型舰艇操作直升机方面 经验的不断积累 未来 玉山军舰有可能改装成全通式甲板的两栖登陆舰 甚至是两栖攻击舰 以提升其直升机和垂直起降固定一击的操作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玉山军舰不仅具备强大的军事用途 在和平时期也能在救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这与全球两栖登陆舰的发展趋势一致 比如 在2004年南亚大海啸和2011年 日本311大地震引发的海啸灾情中 灾区的道路交通严重受损 相关国家派遣两栖登陆舰 利用舰载直升机进行搜救和物资运输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救灾任务方面 玉山军舰拥有宽敞的空间和先进的医疗设备 可以在海上进行手术 充当海上野战医院 如有需要 还可以搭载更多的医疗人员和设备 为受灾地区提供及时的医疗救助 此外 玉山军舰的服务范围不仅限于国内 还可以根据需要为邻国或友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其宽广的舱内外空间 可以储存大量饮用水 油料 食物 车辆和抢救工具 并以较快的航速将大量救灾物资运送到目标区域 极大的提高了灾区在黄金救援时间内的运作效率 过去 台湾海军曾多次利用两极舰艇进行救灾行动 例如 在2009年莫拉克台风侵袭台湾后 海军派出通用登陆艇核潮号与核工号 运送100吨物资进入台东灾区 并以抢滩上岸的方式 未因交通中断而导致物资短的台东泰武地区提供了及时的补给 在2013年 海艳台风重创菲律宾和帕劳造成严重灾情 台湾海军开出中和号战车登陆舰 在康定级巡防舰的护卫下 两次执行此航专案 前往菲律宾苏武港和帕劳赈灾 例如 在前往帕劳的任务中 中和舰运占了16 8吨百米 1000箱泡面 60间组合屋和30座六厘明加仑蓄水塔等物资 其强大的救灾能力得到了友邦的高度赞亚 因此 玉山军舰的服役不仅提升了台湾海军的两极作战能力 也为台湾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提供了有力支持 其多功能 多用途的设计 使其能够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参与国际救援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彰显了台湾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贡献 随着台湾海军实力的不断增强 玉山军舰将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中 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